一段消息来关注卡塔尔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战报 面对上届比赛小组赛不敌对手 阿根廷这次越战越勇 最终凭着队长梅西的一个进球 和22岁小将阿尔·瓦雷斯的梅开二度 3比0击退格子军团克罗地亚第6度晋级决赛 角逐世界杯的冠军头衔 他们的决赛对手将在明天凌晨3点诞生 在这场阿根廷对垒克罗地亚的世界杯半决赛 格子军团能否重演上一届小组赛的胜利 还是潘帕斯雄因一血前耻 延续半决赛的不败今生 备手关注 比赛的第34分钟 阿根廷中锋阿尔·瓦雷斯 因为在禁区被克罗地亚的门将利瓦克维奇扑倒 获得点球机会 队长梅西轻松攻进龙门 阿根廷1比0率先取得开门红 骑士大长的潘帕斯雄因在稍后的5分钟 又凭着阿尔·瓦雷斯的单枪匹马突入小禁区 凌空抽射破门 2比0领跑上半场 而在第69分钟 这名年仅22岁的小将梅开二度 接获梅西的巧妙传球之后 逮到机会将球踢进龙门 为阿根廷贡献第三球 随着格子军团不利反击 阿根廷最终以3比0的成绩 第6次挺进世界杯决赛 胜利哨声响起 远在1万3千多公里以外 隔着大屏幕观看转播的阿根廷球迷 大声欢呼 随着潘帕斯雄鹰时隔8年再闯决赛 穿着蓝白球服的球迷们 在大广场再歌再舞 为这次的大胸仗感到光荣 而在卢塞尔体育馆外 同样也能见到蓝白军团庆祝的场景 现场观赛的球迷在比赛之后 挥舞阿根廷国旗 有的敲锣打鼓高唱胜利之歌 还有人高举梅西的海报 象征世界冠军不远了 尽管潘帕斯雄鹰在本届世界杯的 首场比赛败给沙特阿拉伯 不被看好晋级决赛 但在球迷的眼里 阿根廷接下来的逆袭不败之路 绝对是一大惊喜 阿根廷的决赛对手是上阶冠军 法国和本届黑马摩洛哥之间的胜者 两队将在我国时间明天凌晨三点 角逐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张决赛门票 梅西能否议员世界冠军梦 星期日的决赛自有分晓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